学的会用得着的加糖菜朋友们好 鱼香肉丝有很多做法 今天教朋友们做这道老式传统的鱼香肉丝 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 切好的肉丝加入盐 白胡椒粉 少许的老抽上色 这个是拍碎的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 加上一点给肉丝去腥补水 再用干净的手把肉丝抓粘 快速的抓匀让肉丝吸收水分和调料 现在肉丝已经很粘手了 这个时候再加入玉米淀粉给它上浆 最后再加入食用油锁住水分 蔬菜我准备的莴笋和木耳 把它们都切成四备用 再切上一点香葱 取葱白的部分切成小圈 小量我们先准备一点泡椒 去掉泡椒籽 切碎再剁成泡椒泥 泡椒泥要剁得越细越好 再切上一点酱蒜末和泡椒泥放在一起备用 最后我们来调个碗汁 在碗中放入盐 白糖要稍微的多一点 加上两勺 白胡椒粉 鸡精 生抽 橙醋 橙醋和生抽的比例是一样的 少许的尿酒 生粉 再加上清水 稀释拌匀 锅烧热倒油 先来炒肉丝 下锅了之后呢 快速的把肉丝炒散 炒到肉丝看不到深色 就可以先盛出来了 炒肉多余的油 倒回锅中 再用这个油 煸香泡椒 姜蒜末 鱼酱肉丝呢 是补放豆瓣酱的 我们要用这个泡椒末 炒出红油的颜色 接着莴笋莫尔斯下锅煸炒 开大火 把蔬菜炒软 炒软了之后 肉丝回锅 翻炒几下 淋入之前调好的碗汁 继续开大火 把调料炒明 最后在出锅前 放上香葱圈 在简单的拔垃几下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传统做法的鱼香肉丝 我觉得味道要比那种 放豆瓣酱和胡萝卜丝的 要好吃很多 喜欢的朋友 就试一试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